可是就有同学说 老师你这个方法是取巧 感觉好像没有很完整 有没有什么更完整的方法 就是我们不要用DOS的方法 而是直接怎么样 利用那个更算是什么 算是更比较官方的那种用法 一般官方怎么用 特别注意我底下有个OS的模组 那OS模组里面的话 其实它主要常用的方法就这些 包括什么 Macdir 借目录有没有 如果以后你要借目录 也可以用Macdir 然后删除目录 重新命名等等等等有没有 还有删除档案 还有什么呢 确定说那个档名有没有存在 就是什么 OS.pass有一个什么 Always exist 这个如果档案有存在的话 那瓜户里面你可以给一个 那个路径底下的某个档案 如果存在它就会true 如果不存在 那就是false 其实这边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就是你 像我们这边程式 有必要再写一个判断 什么判断呢 就是O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O的部分 假如存在了 那如果你再run一次的话会怎么样 它会再run一次 它一直run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档案会有什么状态发生 重新这边重整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它本来八十几K 有没有 run两次到三次 它就一直膨胀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的模式是什么 A模式 append 意思就是说你run一次 它不会盖掉 它会一直加在后面 所以等于是说你合并完的第一次 全部的 那你再run一次 它又再把第二次run 第三次run 所以其实这个程式有个bug 真的吗 理论上应该就是说你第一次run的时候 应该要先检查 什么呢 这个档案是不是存在 o.tst 如果存在的话 应该就怎么样 把它remove掉 对不对 所以我们应该把程式 再写两行 写在哪里呢 写在开头input的下方 那写什么呢 if o.tst 如果判断是否存在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什么 是否存在 o.tst is 所以你可以把它这个 扣过来 或者是说你重打一遍 o.t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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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路径是什么呢 你就双以后 后面加一个冒 那哪一个档案呢 这个档案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路径 这边这个东西 抄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ok 那我干脆拖来一下 因为包含前面的小R 把它copy一下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边来 如果它存在的话 我要做什么 把它remove掉 所以remove掉呢 还记得吧 刚刚有提到 在哪里 在 os里面有没有移除 在这里 os remove ok 那remove的话 后面就加那个方 那个 那个档案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后面的话 我们就是 如果它存在的话 就把那个东西remove掉 那那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把它搬到这边来 复制一个吧 印象中是这样子 这样子 ok 确认一下 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就给完整路径 这个如果存在的话 那就帮我remove掉 然后再跑 看看会不会膨胀 ok 那理论上应该这样ok了 所以我把它重新跑一下 知心 ok 一样打开 不过这个时候有没有膨胀 看一下如果80几k的话 那ok了 没膨胀 再跑一次看看 看一下有没有膨胀 也是80几k 所以理论上 如果你不要让这个档案一直膨胀的话 那你可以利用什么 os.pass 先检查一下 那个路径的那个档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就把那个档给删掉 就remove掉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程式 其实程式不复杂 接下来的话 第二个步骤 如果说我今天 不要用什么 这个dose 你说老师这个dose老掉牙的东西 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东西 我不想用了 我不要这样用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当然有 什么方法 os.work 所以这里的话 会有一个 上面有一个方法 叫os.work os.work 要怎么用 好 我们待会再看 所以请各位稍微参考一下 利用我刚刚讲的这个方法 里面有一个探断某一个路径的某一个档案是否存在 跟remove的方法 画面先 刚刚没切 先试一下 这两个方法 待会的话 我们再教各位 如果利用 os.work os.work 取代什么 取代我们刚刚在dose底下的那个dir的那个方法 那其实os.work意思是说 他会帮我们把某个目录里面的所有的党名跟副党名返还一个串列给你 所以你需要去接到那个串列 那再把那个串列里面的党名跟副党名拿来做处理就ok了 那其实跟刚刚那个也是一样 刚刚只是输入那个档文把它读进来 那现在不用 他就直接丢一个串列的变